逛了一趟超市回来 大伙看我花了多少钱 总共花了40美金 买了多少东西呢 大伙看看贵不贵 两包热干面 两包兰州牛肉拉面 我一会儿就煮了吃 我都馋的 还有这个零食 特别特别香 你看一下特别特别香 都是国内来的 你说在海外啊 虽然在外面生活了这么多年 但是那个口味啊 还是一直怀念国内的口味 然后又买了 四袋这个 东北来的糯玉米 有黄的 有黑的 白的就各种口味的 总共买了 买四袋他给我送了一袋 这个牛肉面 这牛肉面也是咱国内的 一袋牛肉面 还买了这两袋面粉 这一袋是五斤装的 总共是五斤装的 对吧 还有点小蘑菇 大家说贵不贵啊 贵不贵 我不知道现在这些东西 跟国内比40块钱 你们在国内 能不能买这么多 当然我花的是美金 但是大家不要去对比 为啥呢 你不要去换算 你就按你一个月 挣3000块钱 还是5000块钱 咱们出去 同样花了这么多钱 买了这么多东西 哎呀你就对比一下 这个你就心里明白了 到底哪的消费高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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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